心慌心剂心律失常对症下药疗效好 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呢有这样的症状出现 心脏啊突然猛的一跳 感觉心脏就要跳出心口一样 这就是我们说的心剂 同时呢还会伴有胸闷胸痛 呼吸加快气短这些现象 引起心剂的原因是很多的 比如说剧烈的运动以后 熬夜以后醉酒咖啡浓茶 这些生理性的因素也会引起这样的心剂情况 这个问题一般是不大的 但是如果排除了这些 依旧会出现心慌心剂 就要考虑是病理性的 比如说关心病心肌炎心功能不全 都会引起心剂 终于说呢心剂呢 主要从虚和食两方面解决 虚则补之食则谢之 补呢可以从气血阴阳去补 心失所养的这些心剂的情况 而食呢可以从盘火淤煮等等情况 去宽胸散结解决心肌的问题 那有没有虚实夹杂的情况呢 当然有了 病症是复杂的 所以具体到你是什么样的症型的时候 应该怎么治疗 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 给你辩证论治 辩准了治疗效果就非常的好 心肌缺血别发愁 教你两步通血管武器学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心肌缺血在中医里边是属于 胸壁心痛的范畴 主要是表现在胸闷气短 心痛心慌 心前驱不适这些症状 心肌缺血发展的后期呢 就有可能会出现 像恶性的心理失常 心衰心梗 这些心血管疾病的重症 它在早期的时候 一般会是 冠心病 心脚动 冠状 动脉 狭窄而引起来的 如果现在你就有这些问题的话 一定要提高警惕 今天从中医的角度呢 告诉你用两步的方法 通血管补气血 防止心肌缺血 第一步呢 就是要辩证论治 对症治疗 中医认为呢 心肌缺血分成虚和实 虚有气虚血虚 阴虚阳虚 实症呢 可以有气欲 血欲 痰湿 这些情况 根据不同的症型 分别选择不同的药物来治疗 比如说活血化瘀的血腐猪瘀 比如说芳香开窍的速合香丸 比如说滋阴呢 可以用天王普心 礼器解瘀类的药物 像柴虎疏肝啊 逍遥啊 除死之外呢 还可以通过针灸来治疗 心肌缺血 通过针刺穴位 从主要的这些穴位上 疏通筋脉 改善 心肌缺血 产生的这些症状 第二步就是做好 预后的工作 可以算是预防 防止它出现 也防它呢 再次出现 虽然说解决了急症了 那为了防止它再次出现 所以一定要做好 预后的工作 要注意饮食结构的调整 要避免强度过高的运动 或者是劳动 注意防寒 保暖 有意识的控制住 你的三高这些基础病状 以防进一步的病情发展 甚至诱发了心衰 心梗这些 严重的心脏血管疾病 明明没有心脏疾病 还是会出现 心肌 心慌 心脚痛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人呢 去做了心血管相关的各项检查 都没有查出任何的问题来 但是呢 就是有心慌 心肌 胸闷 甚至心脚痛 呼吸还困难 尤其是在剧烈运动 和情绪波动之后 这些症状尤其的明显 这是为什么 在西医看来呢 这就叫功能性的心脏病 可以说啊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你这种情况都要恭喜你 说明呢 你的心脏本身没有出现问题 只是功能上出问题了 它可能发生在任何的年龄 而大多数情况下 是在轻壮年出现 会是因为情绪的激动 或者持续过度的兴奋 长期的忧虑 导致了中枢神经发生紊乱 心血管系统呢 也失调了 中医认为呢 出现这个问题 是本虚标识 什么虚 气血阴阳度不足 该补的补 而识呢 有可能是弹饮 气质血液 这是围标 所以在治疗的时候 既要互乎到本 又要治标 标本同志 病灶虽然在心 但是它和肝脾肾都有相关 你这边一生气 情绪老是波动 影响到了新的功能 才出现这样的症状 所以在治疗上 要全面的调整 根据你不同的症状 要辩证论治 再次提醒你啊 不管是中医西医 好消息就是 你的心脏本身还没坏呢 只是功能使用上出障碍了 抓紧时间赶紧调理 急火 最攻心 保持情绪稳定 才是保护心脏的法宝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有关心病 心脚痛 心梗防颤的朋友们 要注意了 你的情绪不稳定 是发病的一大诱因 这是有研究显示的 如果你情绪过激 会使相应的神经活性增高 加重冠状炎症的反应 体内的斑块就更容易破裂 增加了心脑血管 恶性事件的发生风险 相关报告也会指出来 说你焦虑极端情绪 会使心脏病的风险 在两个小时以内 增加3到8.5倍的发生风险 愤怒会使心脏的病症 发生风险在两个小时以内 增加7.5倍 中医呢 也有急火攻心 七情治病这个理论 如果情绪过激会导致脏腹气肌的失调 体内的气血经验 代谢失常诱发了心梗 心脚痛 高血压中风这些问题 而且我们临床工作中呢 也经常会跟大家强调 不要焦虑 不要紧张 即使得病以后啊 你要相信有专业的医疗工作者 会解决你的问题 你的情绪稳定 有助于你疾病的恢复 这样才能更好的积极的对抗疾病 如果你感觉没有办法自行调解的话 也可以通过中医药的方法来调理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逍遥丸啊 安神定制啊 这些忠诚药来解决 湿气不除 病患从生 教你两朝处湿气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也有疲倦 腹胀 头重 口黏 四肢发凉 这些症状 说明你体内的湿气是比较重的 中医人为呢 湿气不除 就会导致气质血凝 湿着会阻落 进而就会引起血管的堵塞 动脉的周氧硬化 关心病 心梗 脑梗 这些疾病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这样两个除湿的方法 首先分享除湿的五个穴位 帮你从头到脚除湿气 第一个呢 就是百会穴 位于人体头领症中 用手按摩三到五分钟 只微微发热感 按揉百会穴呢 可以缓解湿气入侵 导致头晕头痛 头重如果 这样的情况 第二呢 是大椎穴 位于颈后 正中与背部 第七颈椎急凸的下缘 当你低头两个手交叉 放在大椎穴上 两个大拇指正好 可以来回的揉擦 使大椎穴发热 这样就可以缓解湿气入侵 导致肩颈的酸痛 第三呢 是神缺血 位于肚脐眼的部位 可以顺时针揉按 也可以用爱久熏该血 它可以缓解脾胃的不舒服 辅障这些中胶的湿气 第四呢 是阴灵全血 位于小腿内侧 筋骨内侧磕后 下方凹陷处 每天点按100到160次 阴灵全血呢 可以缓解湿气入侵啊 导致了膝盖的疼啊 行走不上下肢的这些湿气 第五呢 就是用全血 位于前脚掌 正中凹陷处 每天早晚点揉三到五分钟 按揉涌全血呢 最好按到酸痛感为止 这样可以缓解湿气入侵啊 知眠 悬晕 头痛 还可以增强肾气的功能 这五个除湿的血位 你记住了吗 那第二个妙招 就是得用药了 中药呢 有很多去湿的药 大致分为四类 当身体里边出现了湿气的时候 湿气可以附着在四肢关节 那我们叫去风湿 如果湿气停留在上中下三胶这个部位 为了清立三胶的湿着 我们叫清热造湿的药 如果这个湿气呢 停留在中胶这个部位 而且它是寒湿为主 我们就会用 方香化湿的药 比如说典型的 火香正气 最最能去湿的呢 当然是说 利尿肾湿的药 把大量的湿血 从小便排出去 以上呢 去湿这些途径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去湿是非常精准的 不管你的湿血在哪一地方 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药物 来解决你的湿气 这几个习惯不改善 脑梗半夜会找上门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人人呢 都害怕脑梗 因为脑梗非常凶险 就算逃过了一截 也可能会留下 严重的后遗症 而且脑梗呢 还有一个特点 容易在深夜发作 让人防不胜防 所以晚饭以后的 这几个习惯 一定要改 第一 吃麻烦以后 就睡一觉 这个习惯要改掉 吃饭以后 食物来不及消化 就会增加胃肠的负担 影响到大脑和心脏 这两个重要部位的血液供应 增加了心梗 脑梗的发生风险 晚饭以后呢 可以适当的活动一下 散散步 做些家务 帮助消化 古人说 过午不时 或者你干脆 少吃一点 不要吃多了 第二 晚上呢 喝大酒 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 饮酒呢 会导致 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 再加上 中老年的血管弹性下降了 更容易引起 脑血管的痙攣 第三 经常熬夜的习惯 一定要改掉 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 会导致大脑的血液循环不差 供血的不足 长期处于一个缺氧缺血的状态 就会引起脑血管的痙攣 又发脑梗 如果你也有这些习惯 一定要及时的改正 别等着得了脑梗 才开始后悔不已 如果你已经开始有头晕 眼花 眼前突然的发黑 或者睡眠障碍 肢体麻木 没劲 这些问题 赶紧干预 可以用针灸推拿中药的方法 全方位的去改善 让你身体呢 得到全面的调理 四个方面 缓解脑梗后遗症 满满的干活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教授 很多脑梗的患者 在脑梗急性期以后呢 留下了一些 偏瘫 语言障碍 行动迟缓 头眼歪斜 认知的障碍 单侧的肢体 麻木等等 这些后遗症 想要更好的康复呢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 就是运动功能的恢复 可以多进行肢体的按摩 刺激患者肢体的血液循环 多活动这些大的关节 和小的关节 保持着肌肉的活性 不要让它萎缩了 第二 是语言和认知方面的恢复 中医呢 会采用针灸的方式 促进语言功能和神经功能的恢复 平时呢 对待患者就像对待小朋友一样 反复多次的去和他对话 发音 练习 这样恢复语言的功能 第三 日常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就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 不许再熬夜了 不要再抽烟了 不要再喝大酒了 均衡饮食 保持身心的愉悦 最后呢 中医药的治疗 对脑梗后遗症 包括化瘀血 化痰灼 通畅经络 使这些闭塞的经络呢 得到畅通 这样就纠正了 偏瘫 肢体麻木 口眼外蟹这些后遗症 所以及时的干预和积极的治疗 会对育后有很大的好处 舌下的青筋 粗又黑 一定是血管堵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我们每个人的舌下面 都有两根青筋 你去对着镜子照一照 你的青筋的状况是什么 这两根青筋 实际上是舌下的静脉 它负责着舌头的血液 回流到心脏 正常情况下呢 是呈蓝 甚至发点绿色或者青紫色 如果出现了发黑 甚至紫黑色 而且呢 像两个弩张的珊瑚一样 还有分叉 这个就是你身体里出现问题了 中医看诊呢 只要看舌相 也看你舌下的这个瘀青 舌本身反映的就是你五脏六腑 直接的外在表现 同时也反映着你心脏的功能 和脏腑气血的变化 如果舌下的这个瘀青啊 非常的粗壮黑 主要的原因就是血液 也就是说 瘀血堵塞在了血管 导致了血液的不流通 使血管变得粗壮了 颜色发黑了 所以在你去医院检查之前 每天去观察一下你的舌下变化 已经知道了你身体里边 瘀血状况的发展情况 那血液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寒凝气质 同时气虚也会造成血液 所以需要辨证以后根据具体的症状来用药 有人说这舌下的瘀青和体内的湿气重是不是有关呀 体内的这个湿气是不是重啊 看舌胎就知道了 不管你的舌胎是黄厚腻还是白厚腻 它都是湿血 湿血本身侵袭到人体以后呢 就容易阻碍气血的运行会导致气血不畅 加重舌下的这个经脉变化 看舌是很方便的 每天我们多观察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 就可以早知道 血管堵塞危害大 血管畅通更健康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是人体组成的重要部分 作为血液和营养物质的传输通道 给我们身体里面的各个器官提供养分 不管是哪的血管堵了后果都是很严重的 那血管堵塞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般情况下 血管堵塞是变成动脉的血管堵和静脉的血管堵 动脉的血管堵一般是由动脉的硬化斑块和动脉的栓塞导致的 而静脉的血管堵呢 和外界的压力啊 静脉血液的粘稠啊 血管的受损啊 造成了静脉的血栓形成的堵塞 血管的堵以后会有什么危害 第一啊 脑部的血管堵就会导致 脑梗出现运动障碍 听力障碍 语言障碍 意识障碍 还会出现悬晕耳鸣偏瘫这些症状 第二 如果心脏血管堵了 就会诱发心脚痛心梗 出现心前驱压榨性的疼痛 胸闷气短甚至昏厥这些症状 第三 如果肾脏的血管堵了 就会诱发高血压 心脏病出现肾功能的受损 心脏呢 也会剧烈的疼痛血尿这些情况 第四 四肢如果出现血管的堵塞 就可能出现局部的麻木疼痛 或者是无力行走 严重了还会造成一瘸一拐 甚至偏瘫 所以要保持血管的通常是非常重要的 平时要注意戒烟 限酒 适量的运动 健康的饮食 充足的饮水 别小看这些问题啊 如果你都做到了 才是保证血管畅通的基本条件 如果已经出现了堵塞 那用中药里边的活血化瘀 行气解决你血管堵塞的问题 心跳越快 寿命越短 你的心脏还安好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心跳越快 寿命可能会越短 虽然这句话呢 并不严谨 但也有一定程度上来反映心率 对健康的重要参考意义 过快的静息心率 可能是心脏复合增加的信号 研究表明 普通人的心率大概是在60次左右 而心率每增加一次 预期着寿命可能会缩短4个月 这是有文献报道的 一般情况下 成年人的心跳范围是在每分钟60到80次之间 这是正常的 80到100次那就算偏快了 如果你长期的心率偏快 一定要就医明确你的原因是什么 有人说我的心跳是不是越慢越好啊 如果你没有运动生涯 就你当过运动员 你的心率如果长期低于50 就要警惕是心动过缓 这也是病 一个忠诚药协助我们疏通血管化瘀血 血栓不见了 如果你有手脚麻木不利索 年岁又大 大多数情况是瘀血组织导致 要想打通呢 并不难 只要找对了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忠诚药 帮助你活血化瘀 痛血管 前一段时间呢 有一位粉丝的朋友通过平台找到我 说有关心病 平时呢 经常会有胸闷胸痛 呼吸困难 气短 甚至呢 是心脚痛这样的症状 最近发现自己呢 出现了口齿不清 手脚不灵活 这些症状 去检查呢 发现有血栓形成了 经过辨证以后 发现这位粉丝啊 他的血栓主要是因为 气质血瘀导致的 所以在治疗上 应该用活血化瘀 力气的方法来治疗 根据他的症状呢 我建议他用酥和香丸 来解决他有心脚痛 疼痛很重的这个问题 当然不可以长期服用啊 我又给他开了一些 抑气补血 力气止疼的药 回去呢 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 现在基本上 可以爬楼 不再喘不过来气 而应对正常的生活 完全没有问题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身边的中老年朋友 也会出现手麻 胸闷 胸痛 心慌这些症状 不要再粗心大意 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这两项指标异常 小心斑块 悄然而生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经过长时间的科普啊 大家都了解到了 血管里呢 长斑块的严重性 知道血管的斑块啊 会很容易诱发心梗和脑梗 这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 所以呢 我们在体检的时候 要格外注意 以下两项指标 评估自己有没有血管 长斑块的风险 第一就是血脂思想中的 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我们在临床看诊的时候 就非常重视 低密度质蛋白这一项 如果这个指标 超过了3.4毫毛每升 那血管止质沉淀的几率 就会增加 斑块形成的风险也就随之升高 第二呢 是同型半光氨酸 正常的值应该是5到15毫毛每升 升高以后呢 会导致血管的受损 加速动脉周样硬化 斑块的形成 它还会破坏正常的凝血机制 容易形成血栓 所以体检以后 一定要关注低密度质蛋白 和同型半光氨酸是否升高 如果只是轻度的升高啊 可以通过生活饮食的条理 如果升高的太多 就要及时的就医 在医生的指导下 进行药物的治疗 中老年人请注意 高血脂的五大误区 不要再自欺欺人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4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 注意了 高血脂呢 作为最常见的基础病 其实也是一种很危险的疾病 如果没有及时的到控制 很容易会诱发 一系列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 但是呢 对于高血脂还存在着很多认识的误区 今天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啊 说瘦人不会得高血脂 可不是哦 人们往往把高血脂和肥胖联系在一起 说这些身材纤细的就不会得高血脂 但其实血脂和人体的胖瘦 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果你有高血压 高血糖 家族遗传时 那不论是胖或瘦 患有高血脂的风险 都是一样的 第二没有症状就不必治疗 大部分的时候啊 血脂身高都是偷偷发生的 一朝病发 往往就会伴有着比较严重的病发症 危害了我们的健康 第三 血脂水平正常了 马上就停药 高血脂呢 不像感冒发烧 没有症状就好了 血脂水平的数据正常了 并不代表着你身体里的血液粘稠度改善了 血液的症状解除了 这个时候呢还需要继续把身体的淤质化开 才能不再使你的血液粘稠 一直保持着正常 第四 化验单上没有箭头就是正常 很多患者认为呢 自己的报告单上没有箭头 那就正常了 其实啊 你的血脂可能已经悄悄的在升高了 第五 饮食清淡就能停药 虽然血脂异常和饮食息息相关 但是呢也不能只靠着清淡饮食 就控制血脂的水平 比如说你的低密度特别高 那你身体里边又有淤血的症状 这个时候不用药就改变不了你的这些血脂变化 有病多虚 关心病其实就是因为心虚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在接诊过的患者里啊 有很多长时间的关心病 反复的发作 这些人呢明明是年富力强的年纪 但是呢经常被关心病折磨的精神萎靡 甚至有些人就开始自暴自弃了 其实呢你们只是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病根 关心病呢其实就是你的心虚了 今天呢结合一个病案告诉大家 比如这位王先生 今年45岁 关心病呢已经两年了 做过支架 一开始还好好的 一个月以后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就感觉到心脚痛 感觉到心脏像是被挤压了一样 咚咚咚的跳的很快 还好五分钟以后呢就缓解了 这就是典型的心阳虚 心气不足 他来的时候呢表现出来面色呢苍白的精神不振 额头上还冒着细细的汗珠 手脚是冰凉的 舌指是淡的 舌胎是白滑的 脉是沉细的 他还反映了一个症状特点 小便清肠尿频 这是肾阳也虚了 阳气的不足呢往往影响着心脾肾 都会有不足的现象 这时候就要 补气 助阳 气足了能推动血液的循环 帮助活血 行血 改善像手 脚 冰凉 麻木 胸闷 胸痛这些问题 阳气补足了 对肾阳虚的尿频这些症状也很有好处 气不足 阳不足就表现出来爱出汗 而且汗为心之业 心出现了问题以后 往往也会有多汗的情况 时间久了 出汗多了 那就会导致心阴也不足了 那身体里边的气血阴阳的平衡就被打乱了 这就是生病了 就会不舒服 所以关心病呢往往都是和心气 心阳不足都有关系 五个信号其实有血栓了 这个你知道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栓呢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 有些患者表现不太明显 但是一旦发作了 无论血栓堵塞在哪个部位 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今天分享五个身体里边有血栓的信号 第一 单侧的流口水 这是因为脑部出现了血栓以后 局部的肌肉功能失调导致的 第二 是悬晕 悬晕是脑血栓前兆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 尤其是在早晨起床以后出现的概率比较高 第三 四肢冰凉 麻木 血循环受阻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到运动中枢神经系统 传达这些信号出现腿也软 没劲 四肢麻木这个现象 第四 血压异常的升高 如果平时的血压正常突然飙升到了200高压 低压120又或者突然降低到高压80低压50以下 这可能就提醒你有血栓形成了 第五 注意力不集中 频繁地打哈欠 这说明你身体里边供血不足了 大脑没有办法保持清醒 很有可能是动脉变得狭窄或者是闭塞导致的 据部完全统计啊 80%的血栓患者发病前5到10天会出现哈欠连连这样的现象 如果你已经查出了血栓 可以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 用活血化瘀 破血逐一这样的方法 同时也要整体的调整你的基础病症 改善生活方式 避免血栓增大增多 发生更大的危险 低密度脂蛋白从4.2降到了1.8 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低密度脂蛋白从4.2降到了1.8 其实也不难 低密度脂蛋白实际上是一种党固醇 但是它是一种坏党固醇 它会引起动脉周样硬化和斑块的形成 从而诱发了关心病脑处中 颈度脉周样硬化这些疾病 所以这个坏的党固醇呢 就要把它降到最低 它要是多了就是坏人多了 想要降低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就是调整生活习惯 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合理的饮食 脂肪 胆固醇摄入过多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偏高的主要元凶 所以要限制富含有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日常饮食上呢 要多注意清淡 可以补充水果 蔬菜 粗粮这些食物 第二呢 要适量的运动 除了控制饮食 还要控制体重 肥胖呢 也是诱发低密度脂蛋白升高 尤其是天天坐在办公室里 坐班的人群 长期久坐 又天天的吃外卖 非常容易出现肥胖的问题 所以在日常生活里边 应该适量的运动 增加代谢的能力 辅助降低密度脂蛋白 第三呢 要戒烟现酒 烟里边的尼古丁啊 燕化碳啊 会引发和加重 动脉周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 而过量的饮酒 对身体无论是肥胖 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的降低 都是有碍的 第二个方面呢 那就是药物调理 如果通过生活调理 还没有降低到理想水平 或者已经确诊 关心病脑促中 外周动脉周样硬化 这些问题 那就一定要考虑口服药物了 比如说中肠药 最好的方法是通过中医的辩证 根据你自身的情况 辩证配五一个方 适合你的效果会更好 我可以证据你自身的辩证配方法 我可以证据你自身的辩证配方法